最近几天Gmail电子信箱在中国被全面封锁 大量使用Gmail的中国网友 没有办法从自己电邮客户端收发信件 网络是一片骂声 而美国国务院也说 对中共破坏言论和对网络自由的作为 美国会持续关切 使用Google Gmail的中国网友们 连续几天来纷纷在网络上抱怨 自己的电邮客户端无法收发邮件 通过Gmail在中国的实时流量也可以看到 从27号开始 大陆几乎没有人可以使用Gmail 由于Gmail网页版在中国经常受到干扰 因此很多不善于翻墙用户 不得不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的电邮客户端收发邮件 现在连客户端也被封 就彻底断掉了大陆用户使用Gmail的通道 它各个的邮箱并不接受通缩的网络 所以说中国政治一直对各个邮箱非常不满 大陆网络作家金楚则表示不仅Gmail邮箱 Google所有服务在大陆都被封杀了 金楚表示 许多大陆民众都用Gmail与海外亲朋联系 而且目前正是学生们出国留学申请的时期 当局封锁Gmail给他们带来极大影响 有网友表示这段被封锁的经历 大概会让这些学生多少年后 在思考是否回国时更义无反顾 不过大陆六四天网义工普菲表示 中共的网络封锁只是针对普通百姓 政府部门并不受影响 事实上中共在不断加强国内网络封锁的同时 他们的媒体和政府机构 却不断在海外的社交网络上建立账号 新团记者李韵建民采访报道